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你不要誤會 我並不是想博取你的同情 我只是想你知道一件事 就是我找不到鹽 是絕對不會回去的 我先去譚州 如果你真的想要我們的鹽的話 譚州之後 我會再到你家鄉 但是譚州離我家鄉很遠 去不去, 你自己決定 那邊有很多, 進去睡 啟宙皇上查洪州鹽囂橫 不僅反壞私言 還殺人拒捕 而同識者 乃洪州守備何永年將軍 在遺剿時殉職 截兵二十日 現在查明鹽囂首領 為陰反陽雲 現在懇請皇上 動員洪州所有兵馬為剿鹽囂 以張國法 這大膽槍拳 竟敢殺官拒捕 若有其勢力助大 勝為柳溝 都是局面的難以收拾 各位兄家 你們可有良策 啟宙皇上 以微臣之見 因為鹽囂一事 朝廷不能調以輕心 若百姓皆向鹽囂買鹽 朝廷何來遂修 何來軍響之用 而且反賣私鹽可圖俱利 亡面之套 必爭相依附 到時勢力必日益擴大 百姓又不用付官稅 必與鹽囂貧為奸 若此風一著 則天下危矣 趙興家此言十時 皇上 以微臣之見 反賣私鹽者殺無赦 而購買私鹽的百姓 已經鞭打示眾 令家罰金 以示阻嚇 鞭鞭 你精通認命法子 如此懲罰 你認為可合理 回皇上 微臣有不圖之見 所謂民不為死 何以死拒之 以陽雲一案為例 豈會不知殺官拒捕 死罪難途 然而 微臣以為 其實需要被迫走上絕路 為官者 已當三思反省 至於將購買私鹽之 尋上百姓鞭打示眾 李臣以為 乃是可靜 可靜之下 只有千千萬萬 陽運之流出現 又該如何殺絕 包大人 言下之意 莫非孤式養姦 方為常賊 這並非孤式養姦 回皇上 民氣不平 只怕難以長之久安 包兄精通認命法子 為何對這些十惡不捨之徒 卻起憐憫之受 回皇上 只等所謂十惡不捨之徒 正是重粹所造成 微臣以為 應責越重 諸戀越果 會有更多人 走上窮途絕路 以兄所見 應該如何處理 臣啟獲須 販賣私鹽者 自當緝達歸岸 而是微臣以為 唯有減免嚴稅 才是治本之道 包大人 嚴稅剛增加不久 現在又大幅削減 豈不是招收募改 那朝廷之威信何存 而且增加嚴稅 乃皇上勝財 包大人 道理說來 官免堂皇 但叫皇上難做 後爺 兩位卿家 通朝共事莫傷和氣 皇上 臣非義氣用事 但每一想到 何永年將軍 及官兵英勇陣亡 心中不禁情義 既然開封府人才仔仔 包大人又判案如實 而且魚貓又武藝高強 想必行為皇上 刺拿罪犯, 成之於法 好, 當務之急 乃謝將嚴稕匪首 及其餘黨刺拿 以政國犯 包慶賀 這件事就交入 開封府衙門辦人 你大徒只護衛一同錢王 擒拿匪首 至於家營減稅之事 門後在已 神遵旨 大人匆匆召喚學生 可有急事 公孫先生 你最近可曾留意 那洪州守備何永年 被嚴囂殺害一案當中 嚴囂的頭目楊雲 與展國犯的師弟楊雲 是否同一個人 回大人, 雖無實證 但是根據緝報核文中所述 學生妄賊 應該是同一個人 顯而六人 可曾告知展國偉 展國偉近日屈屈掛歡 故意學生未曾相過 今天早朝之事 安國後 力主對販賣師爺者殺暴蛇 購買師爺之人 亦叫鞭打時眾 何以從今 本府與他在朝中相辯 亨以聖上映名 將此事暫時擴置 而言而卻要開封府 厭情嚴囂 展國偉插捕陽雲馬 要展國偉拘捕陽雲 真是令他為難 然而性命難為 只有直言相告 大人 大人, 照見卑職有何要事 展國偉, 聖上有旨 明你緝拿鹽囂頭目, 陽雲歸岸 陽雲? 展國偉, 陽雲是不是你的同門師弟 是 是 展國偉此時 心中兩難之處 本府自熱自嚴 你真不忍心 也下不了手 王子犯法與書民同罪 就算是本府的親朋好友人 一旦上得公託 是要分個是非黑白 陽雲一案 對展國偉而言 亦是如此 但陽雲原來需要同門之意 然而他前後殺害牙差及官方 他反正的犯法 他反正的犯法 就算是尋找人 以為他要敵人 他是否被他殺害 但他們想是否死亡 應該要敵人 是否再生死了 王子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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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多了, 多了 成嫂 放下… 你來了, 你們路上辛苦了 隨便坐 別客氣, 成叔呢 來了…楊三叔來了 成叔 楊老大, 一直都辛苦了 別客氣 各位兄弟, 幫我拖延後巷 好… 阿嘉倫 你先拖延兩輛進去 好, 小弟, 幫我們看後面的小姐 兄弟, 去… 是… 楊老大, 辛苦了 這次你來得真正確 我們的業務就快埋清了 成叔, 你是老顧客 再辛苦一點也沒所謂 不過這次我希望你留下二百斤給我 我下次再補給你 你楊老大出道聲, 怎麼說怎麼好 麻煩你了 好… 老闆… 老闆, 和我一起休息 用熱就好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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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 老闆, 待會兒幫我們燒幾窩月水 我們準備洗衣 對了… 洗衣很重要的 要不然行春元的姑娘 就不會招呼我們了 吉, 你這個腦子只是想著女人 你應該想著頭暈了 二哥, 你不想的吧 我聽說你和行春元那個小雄相約的 甚麼 其實在我們這群人裡面 還有楊大哥 還有小兄弟之外 待會兒我們所有人 都會去行春元碰面, 是不是 是… 是… 是呀 你們不准跟我爭行春元的小碎 是我的 是… 老闆已經準備好, 大家可以休息 好… 老闆, 大人, 請跟我來 好… 小兄弟, 如果你不出去的話 待會兒跟我們吃飯 你已經好幾天沒有抹身了 還不是洗身 我們生地人有一個規矩 就是一生人只能夠洗身三次 第一次就是出生 然後就是成親和上蟻 既然現在我三人也不是 所以我不可以隨便洗身 如果你不用洗身的話 待會兒吃飯的時候 請你坐去一點 因為你很醜 你以為你自己有好多好多嗎 好… 好… 上手 二哥, 你每次都是這樣 乖, 你洗得乾淨 那倒是 去吧, 去吧 去吧 大哥, 一會兒喝杯酒 你不去吧 你去吧 真的不去? 那我自己去吧 兄弟 來了… 來了… 你不等我嗎 洗衣服吧 是呀 一個月也沒意思 是呀 怎麼這麼過呢 楊大哥 小兄弟呢 他還在外面 說他的俗禮不准他隨便洗身 洗身是隨不隨便的 這個俗禮真是古怪 其實他這個人挺古怪的 今天天氣這麼熱 死也不肯脫衣服 如果是我 早就暈倒了 或許這可能… 又是他的俗禮 可能是 你們全部洗完身了吧 好, 現在輪到楊大哥了 你還沒洗的 那我先出去 小弟… 你真的不洗身嗎 那你不洗身 換件衣服出來給我洗吧 我衝鋒的時候比較匆忙 所以沒帶我替我衝鋒衣服 那這包是甚麼 我這麼臭, 你們不喜歡 不喜歡 不如這樣, 今晚我就在… 我就在這裡睡 這裡睡? 這裡不能睡人 這裡人來人往的 不要緊, 我很難睡的 我睡著就算走路我也不知道 你不相信 我立刻睡給你看 小弟弟 來… 真的睡著了 我還沒見過那些人 說睡就睡得著了 不過我第一次見你 楊大哥, 你有沒有洗衣服 沒有 那我洗衣服吧 我… 你怎麼樣?小兄弟 看你臉上嘴唇吧 來吧, 幫幫你 不用 你還生我和楊大哥嗎 我沒這麼小氣 你還說沒有 要不然, 因為早飯的時候 你避開我們兩個 讓我們不臭不理 我怕我臭氣昏天 會影響兩位的食慾 小兄弟 我和楊大哥 叫你洗澡換衣服 是一番好意 我情理不領也行 但是你怎麼會生楊大哥的呢 你想想 他冒著沒有錢收的危險 也幫你運點鹽回鄉 這麼好的人 你也生氣的 你真是男人 小弟 小弟 阿吉, 拿上來 好 大家在這裡等 楊大哥 楊大哥, 上來了 楊大哥, 守爺 看什麼 我想看小兄弟怎麼樣 還要看 還要看 準備起程 小兄弟怎麼樣 看什麼 還要看 準備上樓 楊大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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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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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美湖还关心我们 警察, 大爷 老板, 把大火给我们 给几壶热水我们洗衣 大爷, 你们这么多位 只要一间房的吗 我们贪热闹行不行 听不到鼻涵声睡不着行不行 行… 老板 是 你那间小房 哪个住 总之不是你 今晚你就住那间小房 老板 是 老板 何时上房 稍等, 稍等 吉良, 一天帮我们洗衣服 记得洗乾淨了 是… 我今天不洗衣服 我以后都不煮饭了 上房 吉良 吉良 那些大爷上去 好, 在这边 好, 在这边 真是莫名其妙 有点醒醒 不要理我, 先上去看看 是 原來她是女白男裝 是甚麼男裝 原來她是女白男裝的女孩子 怪不得她死也不肯洗澡換衣服 是呀 是呀 現在我要和大家商量 看看大家的意見 肯不肯讓她留下 楊大哥 我說不方便了 就像我們這次投棧那樣 又要多開一間房間給她 還有, 我們是一群男人 我擔心將來有事發生 這個小問題 我擔心我們沿途要特別照顧她 那也未必 相住幾天以來 這個女孩子也挺堅強的 是呀, 我已經跟她說得很清楚了 如果大家肯讓她留下 她以後就要自己照顧自己 如果是這樣的就沒問題了 老實說, 我們一群臭男人 難得有個姑娘在這裡調整一下 不錯 對… 不過還未看真她的樣子 不知道她漂亮不漂亮 是呀 她像個男子頭那樣 怎麼會留意她的樣子 不是這樣說 我們明天早就抓她出來 洗乾淨她的臉 看看她漂亮不漂亮 才決定讓她留下來 不要… 如果大家這麼想的話 明天我就會趕她走 我們雖然是草莽之徒 但絕對不能成人之危 現在她女白男莊 千里朝朝來找我們 我們絕對不能對她有何非分之想 楊大哥說得對 其實這個小兄弟… 不是小兄弟, 是小妹妹 她也挺可憐的 算了, 反正我們就快到目的地了 我們交了貨之後 就跟她回家家鄉了 楊大哥, 這樣也對 好過一個女兒現在自己回家 當然是 如果不用我們照顧她 某個樣子算我也沒有反對 多一個人總比少一個人好 好 反正她人幫忙推移行車 你確定不對, 最重要是這個 來 來 大家既然這麼想的話 我就只能提醒你們一件事 以後她要繼續女白男莊 將她當作男人看待 絕對不能對她有何非分之想 更加不准動我一條漢毛 否則的話 我就將會以門櫃辦事 事後不做了 大家做了一切 明天我們要繼續上樓 快點回來 媽媽 我們貨家村 這次有救了 快點回來 過了這個山頭 就在荊州樊樓 蛋仔 蛋仔 去探路 是 繼續上樓 我推了兩個時辰 有人幫我推的 我來 好, 你來 是 你說你們這些人 多無義氣 都不夠女孩子 來, 讓我來 走… 你走開 你走開 幹甚麼 你們 你忘了我說甚麼 我說過 要當我是男子看待 誰都不准幫 你走開 幹甚麼 你走開 幹甚麼 你走開 幹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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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點 來, 忍住 幹甚麼 是不是好一點 你痛不痛 幹甚麼 幹甚麼 小小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你吃吧 坐在那邊 好, 這麼大魚 小心點 莫姑娘… 是 莫可不可以進來? 好 進來 好 霍姑娘, 你看你整天都濕了 你快點換我的乾衣服吧 不用了 你還說不用, 你打… 你打一次, 你還不快換我的乾衣服 很容易病的 如果你真的病了 我們一群大男人都不知道怎麼照顧你 不用怕 我這件衣服本來是想… 送給幸春元的魚肉姑娘 我倒是忘了給她 總之你快點換了她 我放在這裡, 我也換了她 開飯了… 開飯… 來… 吃飯… 大哥… 大哥吃飯… 來, 養個位給大哥 好… 霍姑娘, 你換好衣服嗎 我等你吃飯 好… 要吃飯才行 女人之間換衣服很慢 吉, 你看很多女人換衣服嗎 沒有… 霍…霍姑娘 霍姑娘, 你簡直是天仙合環 楊… 你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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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害羞, 過來坐, 別客氣 吉, 你煮的菜很香 是嗎 各位大哥 我霍京娘雖然是女兒家 但是今天多虧各位大哥的相助 京娘就再感恩不盡 不如這樣吧 以後我們就以兄妹相稱 楊大哥就是大哥 張大哥就是二哥 而阿吉就是三哥 霍姑娘, 你和我們青兄道弟 你不怕殺頭嗎 能夠和各位看天行道大哥做兄妹 經歷甚麼都不怕 好, 說得好, 我敬你一杯 謝謝 謝謝二哥 霍姑娘 不是呀 我們以後應該叫你… 京娘才對 好, 我敬你… 三哥, 過來 別這麼煩, 甚麼三哥、四哥 叫我們唱號就行了 好呀, 再見仇 京娘, 我說我漂亮 雖然沒有你那麼漂亮 不過我也知道男人和女人的漂亮是不一樣的 好呀 就這樣吧, 我以後各有各漂亮 好呀 不允許敬你一碗 慢著, 你們每個人都敬我一杯 難道想背醉嗎 不如這樣吧, 京娘以後就以水帶酒 和你們喝到天亮, 好嗎 不要, 這樣就沒甚麼意思 對呀, 怎麼行 你們就放過我吧 好呀, 京娘的酒量實在是非常淺薄的 如果真的喝醉了 除了會嘔吐之外, 更加會大炒大鬧 到時候還未掃大街的氣 這樣呀 算了 算了 算了… 好呀…我們就盡了以水帶酒 好, 我們勁了 來… 大哥 好呀 以後你們全都是我大哥 那對我, 就不會再有非分之想吧 京娘 誰 二哥, 我可不可以進來 進來 好呀 京娘 我特地拿鐵打酒給你的 我幫你查 不用了 我和媽媽學過醫術的 我自己就知道查的了 那好, 你收起來吧 謝謝 對了, 今天吃飯的時候 我看你抖一抖一抖 知道你還沒好了 這裡有一些鐵打丸 如果你吃了的話, 事半功倍 不用了, 你留在自己旁邊吧 別這麼傻 大家都是兄弟姊妹了 鐵打丸跟用這麼多年, 都沒用的 你用得著的, 你拿去吧 謝謝 我拿水給你 不用了, 這房間有水了 那好, 你吃了肉早點休息 晚安 晚安 那些鐵打丸不是迷藥 你放心吃 如果吃了肚子不舒服的話 我還有藥 不過已經很久了 不知道有沒有效呢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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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回事 甚麼事 我只是…我只是睡不著 想出來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啊… 我只是…你怎麼… 我謝謝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吧 全熟 阿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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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事?楊大哥 楊大哥, 拿一張被子給我 楊大哥, 你不舒服嗎 我覺得很冷 楊大哥, 快過來 楊大哥的頭很輕 阿吉 是 楊大哥, 出來 甚麼事 楊大哥不舒服 甚麼事 怎麼樣 你瘋了瘋瘋瘋瘋 楊大哥, 你不用怕 我馬上去剪一劑瘋瘋瘋藥給你 你快一晚沒事了 快去 快去 那怎麼樣 楊大哥, 我們讓楊大哥休息一天 明天才出發 好 他睡在這裡不行 不如讓他進我的房間睡吧 那你呢 你們也可以睡在這裡 難道我就不行嗎 只要有暴障為主 我睡哪兒也沒關係 別說太多了, 我們先扶他去休息 大家幫忙 好 好 阿吉 是 要不需要我幫你忙 快去煎肚 京娘 你的腳不方便 不要到處走 來, 坐下… 看來你的腳好很多了 是呀 我昨晚把這個藥酒好多了 這不是楊大哥的藥酒嗎 是呀 是他昨晚良心發現送給我的 京娘, 你誤會了楊大哥 其實他心腸不錯 你別以為他經常針對你才行 我管他是不是想針對我 總之呢, 我就看不過眼他的神氣了 整天都冷冰冰的 好像所有人都欠了他 是呀, 我說, 幸好他沒有妻子 要不然他的妻子就很久了 京娘 你知不知道 其實楊大哥 也因為他的妻子而弄成這樣 楊大哥本來是一個標師 他為了跟他的妻子過平淡的生活 放棄標師的工作 又要耕幾茂地 打算過一些快快樂樂的生意 誰知道他幫人 得罪了當地的地處 把他妻子臨盆那天 大批牙妻來抓他 還讓他妻子流產 楊大哥恩主 楊大哥, 我拒絕了所有官 逼殺他片甲筆 我記得 我第一次在洪州見到他的時候 他剛剛在他妻子的分子搜了幾個月 當時的樣子很頹喪 好, 我們才知道 他這種冷冰冰的態度 只是想掩藏他心中的憤怒 而他這種 強於千里之外的態度 只是想 用個人發生感情 尤其是女孩子 你這樣會有事凍傷的 我好熱 那你這種病 是有多焗汗出來 才會快點康復的 我出了很多汗了 我出了很多汗了 我出了很多汗 他會嘗到 他心裡有何地方 會脫衣步 打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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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小心点 好吗 小心点 小心点 好 好 是这些吗 是呀 我帮你手 谢谢 想不到你也懂得彩虐 我妈妈教我的 是呀 其实我们住在山区的人 很多时候都要自給自足 不学多些东西怎么行 那倒是 不过如果比我 就喜欢市集的地方多些 那些五花八魂 甚麼都有 做人都精靈一点 可以的 你有没有想过去市集住 那倒是没有 因为我去过的地方也不多 我只是去过洪洲和潭洲 比起我家乡 一定是繁華越纳越多了 不过我觉得 住在那儿的人都很冷漠 一点也不亲切 你知道吗 我们家乡呢 每晚吃完饭之后 我们每个都会围着一起聊天 说故事的 如果遇到那年年头很收获丰富 我们更加会唱歌跳舞 到时候每天都会像个新年那样 真的很开心 是吗 是呀 所以从小到大 我都不用担心任何事 直到去年 我们的村子缺營开始 以后就不用担心了 那也不陪你吃 陪你睡 又陪你走 如果我是你 我会担心其他东西 担心被鹽鹽死 小心…你们坐下… 这么乱瞬的 我都叫你不要上来採藥 你又扭着腿怎么办 让我看看 不用了 我不吃了 你扭着腿就让我看看 把藥走我 好 来 去吧 雲南药酒 楊大哥给你 是呀 我打算用他的药酒 都会没用的嘛 难得人家这么关心你 不错 那边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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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娘煮的东西不单是好吃 又能看 是呀 是呀 大哥, 真漂亮 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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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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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好好吃 不如这样 我們炒了肥寶吉 以後每晚都很好吃 好… 好吃 大哥, 来 楊大哥 來… 快吃 讓我来… 我吃飯 老师, 走 你坐吧 不用了 要的 你煮飯煮得這麼辛苦 你坐… 謝謝 這麼多的大哥 如果京娘今天煮的菜 不適合你們的口味 請多吃一口 不要… 不要吃 我們剛商量過 休了肥寶吉 以後就等你做我們煮飯 沒錯 你們在說甚麼 肥寶吉, 你別怒氣 試試京娘的手勢 普通的家常小菜 你這也叫家常 這就好了 以後也不用聽他說的 今晚不煮飯 你算過分 楊大哥, 你主持一下公道好不好 楊大哥… 楊大哥… 看來楊大哥的病情沒甚麼好轉 我想明天我們也不用趕路了 如果楊大哥所受的只是普通的風寒 只要多喝一劑, 明天就不會再咳了 我希望這樣可以 真是好招式 楊大哥說 既然你們都不滿意我的火食的話 那好吧, 從明天開始 你們每人每天負責一日火食 真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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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人, 附近只有這間廟可以讓我們歇息一會兒 請大人進去休息 希望楊大哥長命百歲 小兄弟, 楊運是你貴親 他是我救命恩人 他是否本地人士 你是甚麼人 你問那麼多事幹甚麼 我有位師弟也是叫楊運 可惜, 現在他做了嚴囂 被官府追捕了 小人有眼不識泰山 原來這位大哥就是楊大哥的師兄 我們這次來到洪洲 就是想找楊運 你知不知道他客人 阿朗 我們可以跟師父賢 謝謝你 謝謝阿朗 字幕志愿者 杨茜